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附近的两个学区反抗现在教育体制的问题 那但是呢很不幸的就是有个观众给我们留言吧 他说这个Tometula那个学区啊 他已经妥协了 我说啊妥协了 我就赶快上网去查 你看妈呀真妥协了 那在这里呢再跟大家那个抱歉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讲错了 是这个加州的这个superintendents 他的确是人选出来的 那这个人呢很明显就是非常糟糕 我上网去查了一下 就是他呢基本上就是在上一次的选举里面 他就是力压对手 另外那个人他就是一个报纸上写的了 我也没有特别去查他 但报纸上写的他说 他是一个就是非常conservative的Christian 就是非常保守的基督徒 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Tometula这个学区 他怎么就妥协了呢 他们本来立场非常强硬的 那根据他们这个校区的负责人讲的 就是说为什么突然就妥协了 他们原来跟这个加州州政府包括纽森什么 他们态度都很强硬 但是他们妥协的这样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说不光纽森说这个赔款150万的事情 他们自己是说说跟这个钱没太有太大的关系 他们主要是不愿意开始打官司 因为他们可能觉得说打官司这个过程条件即将会是非常非常的漫长 就是这一件事没完没了的折腾来折腾去 你们本来说要罚他们款嘛 而且要告他们 你们如果不使用我们加州现在给你们要提供的这一版教科书的话 那你们就得使用2006年出版的教科书 可是2006年出版教科书已经过时了 而且最重要的原因是2006年出版的这些教科书 它已经不符合2011年加州的法律 2011年加州制定的法律是什么呢 是要求学校必须要向学生教导美国的同性恋双性恋跟变性人 在我们国家乃至全球全世界做出的历史贡献 也就是说要把这些人神化嘛 就是说要建立一个英雄 就是说我们的国家为什么这么美好 你今天为什么能住上好房子 吃上好饭看上好车 都是因为这些LGBTQ人 都是因为这些同性恋变性人 曾经为我们这个社会做出了巨大无比的贡献 那当然我们大家也知道 他们就是跟小孩说这样是好的嘛 那你就是鼓励你去学嘛 你这样学你也可以变成一个好人 那么所以呢 在这个学区他妥协了之后 他同意说我们要用加州的这个 我们可以使用加州提供给我们的教材 说但是呢 他们这个校董会就说了 说我们这个建议啊 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课程 是不是能够转换成一个比较适合年龄的这样一个课程 就是我们他们认为说 加州提供给小孩子这个教育里面 就可能是性的方面有些太刺激 对于年纪比较小的小孩不是很适合 但是其实不管他们如何退缩 或者是如何跟加州民主党去 妥协或者去谈判 其实也都没有办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 这个事实就是2011年加州的法律已经通过了 那民主党也是如此执行的 就是学校小孩必须要教导这些东西 所以他们想要做的是说 看能不能不要那么伤害 或者伤害的小一点等等等等 那这个是校董会他们目前为止在考虑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么从这个事情里面 其实我们可以学到一些教训 因为那天我看到说有两个学区的校董会 就是敢这样出来公然违反左派政府的这些政策 然后愿意站在家长的这一边去发生 其实我是非常兴奋的 因为我觉得说不管大环境怎么样 还是有这样一批人在嘛 但是那当然就不能说因为说他们就这样妥协 就觉得他们是坏人 其实不见得说到坏人这样一个程度 只不过会觉得说他们退缩了 他们会有软弱 或者是他们开始从一些其他的软弱的角度 去衡量这个事情之后 他们得到了一些不同的结论 那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楚看到 就是学区其实是不能相信的 与其说这样说我们可以说更直接一点 就是人其实是不太能相信的 因为人的情感思想意念 它都是一直在变化的 它都会从不同的情况里面 它会做出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这样一个选择 所以很多时候你说 这个学区好 那我就把我的孩子送到这个地方去上学 虽然我看到外面的环境都很糟糕 但是我觉得这个学区还有一些好人 所以我把孩子送过去 但是其实你会看到 不能百分之百的相信 就他可能暂时的时候 他会做出一些正确的选择 但是你不知道他突然哪一天 他就开始做出一些 不是很坚持正确的这样的一个选择 所以我们不应该 就像你不会把钱存在我的名字下面 对吧 你也不会把你银行账户密码给我 你的银行给我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相信到这种程度 那你说孩子跟钱来比 孩子当然比钱更重要 你怎么会愿意说把你的孩子就丢给一群 你完全都不认识的人 然后你就完全让他们去教授他脑袋里面应该有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学区不能相信 我觉得是 其实所有的人都知道学区不能相信 真的必须要说 就是我们常常看到这些抬头 什么什么博士 什么什么什么 从哪里哪里哪里毕业的各方面的东西 他之前是当老师 他之前是教育家 他之前是什么 这些其实都是在误导我们的一个抬头 我们其实要认识一个人的话 我们真的是要跟他讲话 真的是要跟他认识 真的是要去 你真的你跟人说话 其实很简单就知道 在很短的时间内 你就可以知道他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我有一个定律 就讲说 如果一个人他很想要那个职位 很想要那个权利的话 那通常他就不应该有那个职位 或那个权利 我这个 这是我很常有的一个想法 那我们听过很多的人 会去参加这种在这种学区 然后各方面就是说 他们想要当一个教育家 然后他们未来想要去做什么 他们想要 然后父母其实 我们从小是被 一个这个样子的文化洗脑 我们是要崇拜这些抬头的 那我妈小时候就就讲过说 老师怎么会错 对 老师怎么可能会骗人 老师怎么会害你 我觉得公立学校真的 不应该成为家长的一个选择了 就是这个选择 其实早就应该被抛弃 不管你觉得说这个学区 现在是否是正义的 或者怎么怎么样 其实这个选择 早就不应该在家长的选择范围之内 因为你可以清楚的看到 学区他就是被政府 还有教师工会掌控的 不管你现在说 校论会里面有几个人是特别刚 然后不妥协等等等等 但是你可以从这样的一个事件里面看到 就是人很难相信 你觉得他今天不妥协了 那他明天会不会妥协 他后天会不会妥协 今年明年 他到底会不会改变他的想法 对吧 那你说这次纽森要罚款 要告他们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违法 对不对 他很直接就是因为法律 就是这么规定 你们就是违法了 那大家都知道 就加州有很多 就太多民族法律的 莫名其妙的法律 但没办法呀 他现在在加州已经成为法律了 这个的确是事实 那纽森也说了 你们的确是违法了 因为你们现在在做的事情 就是跟法律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们是按照法律背刀而驰的 那你如果要是不同意 你就硬要违法 对吧 你就说 我就认为我没违法 但是实际上你没法 那你就赔款嘛 你就打官司嘛 对不对 你这个事情可能搞个三五年 可以可能搞个十年 等等等等 所以你可以看到 整个加州公立学校的制度 都是这个样子 你不要以为说 我的孩子没事 我的孩子很好 没有 只要你的孩子 在加州的公立学校里面 他们就一定会学习这些东西 而且一定会被这些东西洗脑 你刚才看到 公立学校不应该在父母的考虑范围之内 有太多的父母 还是觉得说这样子应该没关系 只要我好好的教育我的孩子 只要我好好的去做这些事情 只要我好好当一个父母 有爱的父母的话 他就一定会变成一个很好的人 然后很多人觉得我们这边起人游天 为什么一定要花时间 花精神去什么在家教育之类的 但是说真的 你不管是在同级压力也好 或者是同学跟同学之间 这个一起学习的这个机制 还有各方面集体洗脑的这样的东西 你常常很多人被集体洗脑 就是因为有其他的人一起在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或许老师教的东西 对他来讲影响的不是很大 但是当他同学全部都这个样子的时候 他们是愿意去服从的 真的是建议各位 如果你在乎你的小孩 如果你在乎你的小孩的品格 还有教育 还有不要被这样子性洗脑的话 你真的请你赶快的把你的小孩拿出公立学校 公立学校绝对不可以在一个你的考虑范围之内 因为这个样子真的就是在害你的小孩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学校校总会的成员 其实他们在投票的时候 就我刚才讲过 你不能说他们是坏人 你或许会说他们有退缩有软弱 对吧 但是其实他们是给自己做了一个风险衡量了 就是他们会说 我这么做到底值不值 他这个衡量来衡量去 他就觉得没啥必要 对吧 就是合合就说我为啥非得惹个官司 我为啥没事我就非得要得罪州长 我为什么没事我就给自己找这些个麻烦 我日子过得好好的 我是闲着了吗 对吧 这些孩子说白了 都是我不认识的孩子 我为什么要为了他们跟州长结仇 我为什么要为了他们惹所有的民主党人不高兴 我为什么要为了他们甚至会收到死亡威胁 我为什么要为了我这些不认识的小孩去做这些事情 甚至有很多家长跑去挖校主会的人啊 你们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搞这个东西 赶快同意了 过两天就要开学了 教材拿到手没有 你让我们孩子正常上学才是 我不管 我不管那个加州让你们到底教什么 书本里面教的就是好 对吧 现在社会趋势就这样 你们在这到底闹什么 你们跟那一部分家长 马上又开学了 准备好没准备好 到了开学的时候 教科书还没来怎么办 所以是很多家长是抱着这样的态度 也跑去骂校主会的人 那他们经受这样一系列的压力之后 你再思考来思考去 是吧 衡量一下 就说没必要嘛 我干嘛非要这么做呢 我这么做的一个坚定 让我这么做的理由到底是什么 他们找了一下 他现在没有嘛 所以呢 就是不如我们就往后退一步 两边都不得罪 看起来也比较好看 听起来也比较好听 好像我们没有退缩 但实际上他们就是完全 输了一塌土地 这样 我们会觉得说 你要在乎你的小孩 因为只有你在乎你的小孩 你到学区去做什么 你要这些人为了你而战 为了你坚持到底 为了你做什么事情 其实都是你自己在空巷 只有你会尽心尽力地爱你的孩子 因为他是你的孩子 各位可以想想看 如果说今天这个罚了150万 然后呢这个学区要赔150万之外 然后呢还要再付150万的这个教科书 新书 然后他还会就因为这是纽生 这个规定的嘛 就是150万的罚款 还有150万的这个新书的这个钱 你们全部都要付 其实是会影响到他们的薪水的 然后他们扫地工人的薪水 然后他们就是整个学区的开销 就是你所有学区的运作 还有开销 他都会被影响到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 纽生根本就不在乎你的孩子 他在乎的是权利 校长会的这些人 他们也是在乎他们自己的荷包 跟他们自己的工作 还有他们下次能不能当选 就是这些是一些ugly truth 就是比较丑陋的一个事实 那很多时候我们是要学会去 接受这些丑陋的事实 就像我们知道 人不是完美的 我们不是完美的 我们信了主之后 还是很多的时候会犯错 那这些呢 意识到自己的犯错 或者是意识到自己 非常丑陋的一面 会帮助我们 让我们更亲近神 会帮助我们 让我们去认罪悔改 会帮助我们 让我们更多看神的容美 然后让我们被神吸引 我们也可以 越来越注意到他 越来越想他 那所以呢 其实在这一次这个学区里面 也是有一个比较丑陋的一个事实 就是他们呢 以为这个自己这一招 是取先救国 就是他们觉得说 我们这个退步海阔天空 用这样一个更聪明的方式 我们到最后可以两全 可以得到这个我们想要的 也可以平衡州政府那边 也可以平衡学区家长那边 他们以为说 我们跟加州政府商量说 帮我们换一本教材 那学区呢 就可以不用教到LGBTQ 这样呢 两边都当好人 对不对 不用得罪家长 也不用赔款打官司 但是呢 很可惜就是 现在加州的法律 就是明明规定 公立学校必须要教导 这些东西 那么纽森 刚才我们讲过了 要他们赔款 也是因为他们违反了 加州的法律 所以呢 这样的东西 不可能存在一个中间地带 你要么就是 你要不就是for it 要不就是against it 就是这个案子 那州政府也不可能同意 他们的要求 他就说 给我们换一本教材 他还是会换给你一本 带有LGBTQ的教材 洗脑跟打官司 只有这两种选择 那么现在呢 他们妥协 其实说不好 先一点妥协 就是妥协了 而且这个妥协 也不是一个得胜 也不是说往后退一步 我们再积攒力量 再往前进攻 都不是 其实妥协就是妥协了 而且已经被左派知道了 左派已经非常透彻的明白 而且抓住了他们的把柄 左派已经知道说 这些人根本就不是 要跟我们刚到底的 这些人呢 其实并不是说 百分之百的代表家长的利益 说家长怎么说 他们就愿意 哪怕牺牲生命 他们也要去做的 这些人其实是不刚硬的 而且他们是有很多软肋的 只用区区150万 还有打官司 吓一下就可以威胁 他们就被吓到了 所以当这一刻 他们开完会之后 宣布说 我们让他们换一换去 从这一刻开始 其实他们已经被左派 拿捏得死死了 你说一点都没错 敌人最想要看到的就是 我们在动摇 因为你只要一动摇 他们就知道 他们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 而且你刚刚讲到一个 很重要的重点 我今天写稿的时候 也是写到这样的东西 就是 那个人只是偷了一个巧克力或是怎样 然后警察把他抓起来 然后那个人万一反抗的话 然后那个警察就把 为了要制服他开枪把他打死了 为了一个巧克力打死一个人 丑不丑陋 丑陋 很丑陋 但是你如果不管的话 就会变得跟现在的三番司一样 你如果不要这样的丑陋的话 就会全程到处都是小偷 然后每一个商店全部都要把这个东西锁起来 原本的丑陋是可以contain在一个地方的 在这监狱里面 如果说你没有这个监狱 你觉得监狱很丑陋 很脏 灰灰的 在那个地方又是铁丝网 很难看的话 你放出来的这个东西 就是所有人性的丑陋 那加州这个地方 现在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们就是把民主的丑陋 表现得淋漓尽致 从来就没有这么丑陋的一个民主 在这个地方 我们选出来的一个独裁者 要来掌控所有地方的教育 这个就是民主的丑陋 因为他掌权了 我的权力是有51%的人民给我的 所以说我就可以压迫 任何49%的人 然后来听我的 反正我今天想要传达就是 当我们下定一个决心了之后 我们就不可以妥协 我们就不可以退缩 我们就不可以跟这个 Termacula这个学区一样 我们本来要跟你刚到底 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小孩 然后呢 150万 You know what Let's talk about it OK 我们都可以讲嘛 对不对 大四话小小四话五吗 我不想上法庭啊 你怕你的家长不back you up吗 选上你的家长 你怕他们不支持你吗 你为什么不为了你的选票负责 你为什么不去做这样的事情 那我们不能期待这些人 都会一样有勇气的去做这个样子决定 我们只能期待我们自己 当我们遇到现在发生的事情的时候 是这些不公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不可以妥协 我们的人生充满着妥协 假装我是一个网页设计师 然后我是基督徒 当我的老板叫我去说什么 我要加一个网页在这个地方 然后上面写说 我们这边绝对支持堕胎 然后支持堕胎 然后我们公司还会给你补助 然后保险还会怎样的话 你可以选择离开那个公司 你不需要一定被这个公司绑住 我知道我这样说好像真的就是很不负责任 然后好像叫大家就是说生活不用过啦 我们一天到晚就是吃圣灵喝圣灵 然后读圣经就好了 圣经不是也叫我们灵巧相舌吗 之类的东西 但是我说真的 现在你如果想要打赢任何一场文化战争的话 你就是要豁出去 不然你就会变成跟Termicula这个学区一样 什么都拿不到 然后还被家长指控说 你看你们绕了这么一大圈 最后不是还是要付 最后教材不是也是还是来了 你们也没有做到什么东西啊 你们浪费大家时间 然后现在时间就快开学了 你们为什么什么都不做 你们还会被这样的攻击 保守派不再相信你 左派觉得说我吃定你了 你接下来还是会听我的 保守派的声音为什么会越来越不见 为什么原本代表保守派的共和党 会变得越来越软弱 变得就是啊好好好 就是因为这些政治人物不断的妥协 就是因为他们想要当一个政治上面的好人 当一个政治正确的人 所以我们的权力才会越来越小 所以基督徒的权力才会越来越小 基督徒常常说什么 我是中间派 我怎么我不要去 我这个也不得罪 我那个不得罪 最主要是一个合一的一个状态 其实不是的 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啦 基督徒是有坚持的 保守派是有坚持的 你如果不坚持 然后你 如果保守 你不知道在保守什么东西的话 你很快就会失去自己 然后你 接下来你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特别可以把这个学区的这些保守派的校总会的成员 对我来讲 我看到这样的新闻之后就是这个样子 而且一个更丑陋的事实就他们还算好的了 对 因为其他的这些反抗也没反抗 说也没说 那你说在这些校总会里面 基督徒的含量有多少 你不见识多高 但一定会有 那他们在做什么 或者是影射到我们的生活的时候 当我们不管说你在公司里面工作也好 或者你在家庭里面也好 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这样一个身份 我们的选择都是什么 我们针对每件事的选择都是什么 今天他们妥协了 我们当然不是说看他们笑话或者笑话他们 但是这的确是给我们的一个警醒 就他们妥协 为什么 因为他们害怕了 但是圣经里面明明告诉我们不要害怕 因为圣灵已经释放我们得自由 而且神说在爱里没有惧怕 那么当你惧怕的时候 你的生活就被这个东西掌控 当你惧怕的时候 他们就掌控了你人生的方向 他们让你没有办法 甚至让你都不敢 你胆怯 你都战惊 你都推斗 你不敢去接受神给你的呼召 很多时候我们说 我们要神给我们呼召 在教会里面 喊得比谁都大声说 神啊你给我们荣耀的呼召等等 但是呼召来的时候 你敢吗 你敢接受吗 你敢真的按照神的呼召 就是我命都不要了 我就是要为了神的呼召去做 所以不管是说 对他们来讲是这一次是金钱的恐惧 还是说要打官司这样的恐惧 或者是他们这个事被闹上新闻 被所有人骂这样的恐惧 这些东西都是对我们的捆绑 是这些一个我们不愿意接受的 来自外界的怒骂也好 或者是这些恐惧也好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给我们造成了捆绑 这些捆绑让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对的事情 而且这样的捆绑 是我们自己阻碍了自己去获得圣灵 已经释放给我们的自由 所以这些自由我们可以谈到很多 就是说你为了神的公义 还有真理站立得住 还有就是你的自由 是让你的孩子有接受 可以在家教育这样的权利 还有就是你家庭的架构到底是怎么样 以及你家庭存在的核心的意义 你们每个人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 还有这些捆绑让我们没有办法 让我们都不敢相信 神是信实的 极光我们一直在宣告 说神就是信实的 神是信实的 神是慈爱的 神是有那个丰盛的怜悯的 但是这样的捆绑 这样的恐惧 让你都不敢相信神是信实的 你今天说神是信实的 你相信的程度有多少 百分之百吗 在你宣告的时候是百分之百吗 但是神说 我让你在家教育你的孩子 你要辞职 你敢不敢吗 这个时候你相信不相信神是信实的吗 你相信不相信神一定会供应你吗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这种恐惧 这种捆绑 这种圣灵已经释放我们得到的自由 我们都不敢去要 我们被这种捆绑捆绑的死死的 我们都不敢走上 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这样一个命令 所以这样的一个恐惧 让我们与神没有办法真的与神对齐 让我们没有办法顺服 让我们没有办法去 百分之百的能够接受神给我们的这样福位满意 大家都想要说福北满意 对不对 很多时候基督教或者是教会做的杯子 一个杯子上面写福北满意 我们都希望得到神的祝福 但是当你不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踏出你的一步 就是你的脚都没有办法进到红海里面的时候 你怎么看到红海开 所以这是有一个次序的问题 然后这也是有一个 我觉得就是 而且你就会踏出去之后如果你软弱的话 你变成你妥协的话你就还会 我就像以色列那时候在埃及 他就说他想要回在旷野那个地方 他想要回埃及 他想要怎么样我要吃什么 我在埃及还有肉吃什么什么 最后结果是什么 最后结果就是你当时出埃及的人全部都死在旷野里面 而且浪费那么多年 对所以说我们不可以退缩 而且我们要刚强 如果我们选择要跟随耶稣 如果我们选择要在家教育 如果说我们选择要变成刚强的人的时候 我们就要努力的去做一个刚强的人 然后不要让任何社会上面的压力 社会一定会给你们压力 我们每一个月都是压力 我们每个月付薪水都是压力 付房租也都是压力 但是这个压力是要承担下来的 然后承担下来之后 神就会亲自带着你的家庭 带着你的事工 带着你的人生走 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那你看完了 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思考呢 你有决定真的要开始在家教育吗 如果你有的话欢迎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让我们看一下我们做工果效是什么 让我们心里得点安慰 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特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